你这个小娼妇 我就不该把茶色的事情交给你来办 好好的一条人命 让你给闹没了 你这不是存心想害永宁侯府吗 太太 先别打了 泽少爷被娇大儿媳妇划了一刀子 流了很多血 那你是死人哪 还不把泽哥儿给我抱走 快去雨萱楼找府衣过来给泽哥儿瞧瞧 太太 你不能把泽哥儿带走 他需要我这个母亲 建妇 泽哥儿好端端的 本是要去玉斐阁跟着锦儿学规矩礼仪 你没的闲工夫还带着孩子出府做什么 快把泽哥儿抱回米亚轩 将这个蠢货给我绑起来送到老夫人那去 太太 倒不如将泽少爷直接送到夫人那去 这段日子就让夫人照顾泽少爷 你说的对 把孩子送到锦儿那去 这蠢货日后休想再靠近泽哥儿 几个婆子刚把梁婉芝拖出院 宋千就从外面匆匆赶回 母亲 你这是干什么 这小娼妇一大早把泽哥儿偷偷带出侯府 去了茶寺还把焦大儿媳妇害死了 焦大当时在茶寺也被这剑蹄子活活祭死 宋千震惊地看着梁婉芝 她竟不知道 只一会功夫 梁婉芝就干了件大事 泽哥儿怎么了 婉儿姑娘把泽少爷带到茶寺 两方起了争执 焦大儿媳妇冲动之下拿着刀子划伤了泽少爷 还推了泽少爷一把 估摸着是头上磕到了 受到了一些惊吓 太太让奴婢把泽少爷送到玉匪阁让夫人照顾 二太太 听说了吗 那个安石今早害死了焦大公席 这货还真不简单 又有好戏看了 我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锦云 卫氏来到玉匪阁的时候 赖嬷嬷刚好把宋广泽放下 就离开了 锦云 出大事了 不得了的大事呀 你猜你婆母把那个女人怎么了 听说焦大儿媳妇撞墙死了 焦大儿被活活气绝 我婆母她把泽根儿的母亲怎么了 大嫂带人到韶庆楼 将那小剑蹄子收拾了一顿 这会儿拖到慈松堂去了 生 婶婶 你刚才说我娘去哪里了 你娘把焦大和焦大儿媳妇害死了 老太太肯定不会放过她 少不得乱棍打死她 让她去给焦大和焦大儿媳妇抵命 真是可怜的孩子 怎么跟了那样的娘 二婶 你莫要在孩子面前说这些 以免吓着泽歌 谢锦云语气温和 可脸上却没有半点怜惜之情 让我来照顾你们的私生子 想得倒霉 我 我不要娘亲死 你说不打死你娘亲就不打死你娘亲 你怎么那么天真呢 我不要娘亲死 我要去救娘亲 我不要再与北格 我要娘亲 我要娘亲 老夫人 焦大儿子把焦大和焦大儿媳妇尸体 搬到七月门前 要个说法来了 这可怎么办 阿弥陀佛 快去请夫人过来解决此事 夫人会有办法的 这话刚说完 宋广泽就从外面冲了进来 把大厅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娘亲 我不要你死 我不要你死 老夫人 不要打死娘亲 泽哥儿听话 泽哥儿会好好听话的 你不是说把泽哥儿送到玉菲阁给夫人照看吗 哎呀 我低个娘 这小崽子跟疯了一样 谁拦他就要谁 我不要跟着夫人 我要娘亲 我不要娘亲死 老夫人 焦大儿媳妇手脚不干净 仗有问题 我报官府让官府的人来查账 天经地义 她不知悔改 还抢走泽哥儿一次来威胁我 后被官差拿下 她自己承受不住老玉之灾一头撞死在查寺 那是焦大儿媳妇的问题 那焦大本就身子大了 当场病逝 怎能把两条人命算到我的头上 老夫人 泰塔 此时你们拿捏我 处置我 岂不是纵容底下的人在胡作非为 宋老夫人没有说话 她眉头紧错 细细斟酌两碗枝的话 最后竟觉得焦大的死算个解脱 张氏不懂其中缘由 她只知道焦大是宋千的救命恩人 她本无谋命的心 现在焦大却因两碗枝而死 小贱蹄子 你还抢资夺礼 目前 你先别骂她打她 芊儿你别护着她 这小娼妇不安分 今儿一早折言就去玉匪阁 向锦儿请教学问 她倒好 把泽哥儿偷偷带出府 让锦儿等了泽哥儿一早上 卫士看两碗枝被张氏打骂得有多惨 她心里就有多舒坦 果然 情敌就是天生的天敌 若是大嫂知道那什么婉儿是大哥的外事 还不知道怎么折腾 够了 张氏 不会说话就闭嘴 当着芊儿的面 做一具小贱蹄子 有一个拳脚 也不怕她儿子和她离心 蠢货 焦大儿子焦小把她媳妇和焦大的尸体 都搬到七月门哭丧 没得会寄咱们侯府的 锦儿 你去处理此事吧 老夫人 处理此事其实很简单 你打算如何处理 这几年 茶寺的生意一直是焦大一家管理 那焦小是个赌徒 平日对她媳妇不是打就是骂 没得多少夫妻之情 焦大还活着的时候 尚能镇住焦小 如今焦大走了 焦小拿着死人 无非就是图钱 那你的意思 是把茶寺赠予焦小 什么 赠予 开什么玩笑 那茶寺的生意可是 两条人命 几代侯爷的救命恩情 区区一个茶寺比得过了 若没有焦大 柿子哪来今日活命 那就把茶寺给焦小吧 不成 这些年茶寺入账不错 若把茶寺给了焦小 岂不是让侯府损失惨重 那老夫人便得拿一笔钱给焦小 她要多少老夫人就给多少 否则这种脱皮无赖可以在咱们侯府赖上一辈子不走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她一个大活人 赖着也便赖着 可死人却存放不得太久 过不得三两日便发臭了 最重要的是 侯府晾着焦大 焦大媳妇的尸体不管 闹出去整个永宁侯府名声也跟着臭了 老夫人知道谢锦云聚聚在里 可就是不甘心 那间茶寺本可以卖个好价钱 就这样赠给焦小 岂不是在白白糟蹋 祖母 就按夫人说的做法 把茶寺赠给焦小 早日让焦大和焦大儿媳妇下葬 宋老夫人心疼归心疼 却无话可说 锦娃 泽哥儿受伤了 我不放心把她交给其他人照顾 就让泽哥儿这段日子留在玉匪阁养伤吧 公子 你昨日不是答应过我 今日一早就去夫人院里请安学礼仪吗 我 其实今早她本是要去玉匪阁的 可是等她娘亲帮她穿好衣物后 便和她说要带她出府完 于是她就把此事抛之脑后 锦娃 你先去处理焦大的事情 是 老夫人 不过泽哥儿受了伤 怕也因焦大儿媳妇大闹一事 受到了惊吓 此时更依赖她母亲是人之常情 夫君好好说 莫要再吓着孩子了 婉儿姑娘毕竟是孩子的母亲 总不会害了泽哥儿的 扔下了一番话 谢锦云就离开了慈松堂 卫士也跟着一起走啊 母亲 你先带孩子回蜜亚乡吧 那娘亲呢 爹爹和娘亲有话要说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任何人再动你娘亲 你娘亲也不会死 宋广泽这才与张氏离开慈松堂 亲儿 你看看 你看看她 家门不幸才会招惹这样的祸害 锦儿再好得脾气 再经不过你这样糟蹋 祖母 我和婉儿聊一聊 你放心 婉儿不会不顾泽哥儿的前途的 宋千伸手握住了两碗只的手 拉着她进里面的偏方 我昨日把泽哥儿送回韶庆楼 是为了不让你与泽哥儿骨肉分离 今日一早本该将泽哥儿送到玉菲阁去 让谢锦云教导她 将来可以借着谢锦云败入南山先生门下 你为何偏要把孩子带出府 跟你去什么茶寺 我知道千哥哥为了责官的事情 几次去求夫人 夫人是门地好 又有人脉 可纵使夫人有三头六臂 也终归是后宅妇 南山先生是两代帝是没错 可这天下难不成只有南山先生教得了泽哥儿吗 你不想让南山先生教广泽 还是不想让谢锦云教导她 我是孩子的母亲 你是孩子的父亲 纵然要求也不是求谢锦云 你不如再带着泽哥儿去沈缘拜访南山先生 看看南山先生怎么说 若他不收 你再去寻燕金别的名师 我不信只有南山先生教得出来 至于夫人那里 夫君有没有想过 咱们哥儿是男子汉 让一个妇人教导她 能教什么呢 一番话说完 宋千竟有了一丝动容 让一个妇人教孩子 的确不妥 我知道老妇人和太太看中妇人身后的家事 希望泽哥儿能脱一脱谢家的福 可夫君你看看咱们回府这段日子 妇人可曾为咱们哥儿谋过什么 这次他应你教导泽哥儿 是否真心地叫 夫君 我是哥儿的亲生母亲 我难道会看不清楚形势故意害哥儿不成 你兴许看不出夫人有什么问题 我和夫人都是女人 我的直觉告诉我 夫人没有那么简单 宋千的眉头皱得越发紧 想起谢锦云此人 他对他的了解值之甚少 我会再考虑一下你说的 泽哥儿先留在母亲院里养伤 茶寺的事情你莫要再插手管了 交大他是我的救命人人 我没想到他人会就这样死了 千哥哥是不是在怪碗儿 婉儿也是急于在老夫人和太太面前立功 而且婉儿的确从账本上发现了蹊跷 交大儿媳妇在账上做了手脚 茶寺每个月有一大笔账送入 是子 老夫人叫你了 老夫人担心夫人那里应付不来 让你去七月门看看 别让娇小商找了夫人才好 躲在门外偷听的李妈妈 打断了梁婉芝的话 宋千应了一声 从房门走了出去 老夫人叫你出去 她有话要跟你说 梁婉芝回到大厅时 宋千已经不在此送堂了 你到底查到了什么 之前查四每个月会送一大笔账 到老夫人院子 梁婉芝应付交大儿媳妇时 从交大儿媳妇的手里得到另一本账 婉儿也是听交大儿媳妇说 有一笔账送到侯府 我怕侯府内有内鬼贪赃 便直接报关了 梁婉芝知道 她拿捏住了送老夫人的麦门 老夫人 这件事情万万不能让夫人和世子知道 你放心 如今交大儿媳妇和交大都死了 唯一知情的人就是娇小 那娇小爱赌 嗜酒如命 哪天晚上喝多了失足掉进河里也是说不准的 其实老夫人在知道交大和交大儿媳妇死了之后 心里还是暗暗松了一口气的 若能保住查四 你便有别的出路 下去吧 朝地我头痛得厉害 梁婉芝这次因祸得福 她明白这是她翻身的唯一机会 另一边 等宋千去到七月门的时候 娇小早走了 而谢锦云处理娇小的时候 确实遇上了一点麻烦 花锡回玉匪阁的路上 一直在骂骂咧咧 什么玩意 得了查四还想让夫人拿一万两银子给她 奴婢之她贪 竟没想到贪得无厌 没脸没皮 亏得夫人你镇住了她 瞧瞧小那贪婪的模样 若不是夫人带了不少人过去 娇小恨不得上去扒了夫人头上的助差 娇大是个名是礼的 可娇小却样样没有遗传到娇大 胡搅蛮缠 闹腾得厉害 倒是可惜了娇大 白白折在那样的人手里 只怕是有命走出侯府 无福销售那间铺子带来的收益 夫人是说有人想杀人灭口 恶人自有恶人魔 我们尽了该尽的本分 一切就看她命吧